他赢变了所有的一线高手 然而可怕的是 他现在还一直在进步 来桂花 好钢 来吧后一撇 跳西打最远点最低点 安全打点 你剩龙剩不到 你钢西钢不到 打点非常的好 何俊现在很厉害啊 不但厉害 而且还一直持续的进步啊 叶峰上一次被九连了 可惜那层比赛呢我没看到啊 但是我知道啊 如果有的话会分享给大家 好压进角落 跳抓吗 漂亮跳逼 拉了一个角落 我以为跳抓呢 水桂花跳抓 只不过来重拳三桂花 一笔折命中 打得非常的灵巧 八神没有说 没有说那么多压制啊 但是他每一次折啊 感觉非常有效果 现在很多一线的高手啊 跟何俊打基本上打不了了 刚好乱动下 然后桂花 再一趟打圆 非常顶的八神 很灵巧的八神 就怎么打感觉怎么有啊 不用打那么多压制套路啊 对手都防不住了 下一回花 再回 刚好抢招被打 暈点再生 好来吧 晕了 就是这么灵巧啊 就是这么灵巧啊 对手连绵 防止机会都没有啊 何俊啊 当然了哈 除了他的八神 他的另外 龙啊 猴啊 也很强啊 强了 不给你要自机会 抢得不错 齐爹 哎呦 厉害 能不能打的这个 何俊不让动 射过去 好 葵花 百合则要小心 哦 没有 好 刚 想二段抓 再一次刚倒再跌 跳C 好 AB命中 好 抓过来 这下这个水量啊 一定要重拳抓过来 鬼步再打一个重拳 打一个禁锡 还能够打死 如果直接五连的话 有可能打不死啊 因为梦蛋的伤害 没有这个重拳高 有细节哦 跳B之后 再跳B葵花 可以的话 再打中乱动 哎呦 晕了又是啊 太厉害了 好 视频好看这里 点赞啊 关注 雪丢 回手丢 白光 拿着女 西莫里套